吉安相公所攜手纳豆兰部落青年会 推展原住民传统文化 建立良好运动风气 特别举办了 南一昌村 米德路 阿美族摔跤研习 那么乡长游淑真是乐见 部落青年会 承担扛起文化活动 推展的责任代代乡成 那么年轻族人热情参与 各个都是摔脚的好手 也让部落文化新传 新兴向荣 吉安相公所攜手纳豆兰部落青年会 推展原住民传统文化 建立良好运动风气 特别举办了 南一昌村 米德路 阿美族摔跤研习 乡长游淑真乐见部落青年 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责任 而年轻族人热情参与 每位都是摔脚种子 也让部落文化代代相传 吉安相米德路 113年度的禁忌 在吉安相展开 看到了我们部落的青年 来传承文化 来学习过去 我们先人的智慧 跟在部落勇士的展出 从欢笑声中 加油声中 呐喊声中 呈现了部落勇士呢 这个无惧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所以吉安相一定要克尽职责 找回文化 传承我们所有的部落传统 活动现场聚集上百位的族人 跨老中亲幼各个年龄层热烈参与 无论是传授技巧 分享参赛经验 或者是从旁协助 让活动可以顺利进行 都显示了族人的向心力 讲师和教练也请郎相授 运用各种推、摔、桌、拉、闪、按等技巧 扎实演练 让主人可以理解 原住民相铺和传统摔角的差异 比赛当中 选手们也运用所学 展现阿美族摔角技能 场面热闹又有趣 接下来会讲相报道